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次被西方媒体扣上军事化的帽子 英国《每日邮报》9日称 中国正计划在夏威夷附近改造一座具备战略作用的岛屿机场 自立行间都在暗示该机场完成改造之后 可以部署战斗机和侦察机 消息一出 不少西方媒体蜂拥而至 开始炒作中国的大动作 但实际上 外媒所谓的附近距离夏威夷3000公里 报道称 中国以拟定计划 升级位于太平洋岛国基里巴斯的一座 偏远岛屿上的检疫机场 恢复这个曾在二战期间部署军用飞机的基地 基里巴斯这个国家放在世界地图上是弹丸之地 不过其战略位置相当重要 其横跨了赤道和国际日期变更线 是亚洲 大洋洲以及夏威夷之间的十字路口 此地距离夏威夷本岛只有不到3000公里的距离 二战期间 美国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将坎顿岛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使用 在夏威夷与南太平洋之间的运输航线上 坎顿岛是如同空中渡轮一般的存在 战争结束后 美国民用航空公司将其作为跨越太平洋航线上的一个中转站 上世纪60年代 美军在这里部署有地面指挥和监控系统 专门用于对苏联太空目标和导弹进行监控和跟踪 后来 随着苏联解体 坎顿岛空军基地也失去了意义 现在 美国几乎已经放弃坎顿岛的基地 虽然看上去仍然犹如一座固定的航空母舰 但已基本处于休眠状态 仅用于紧急情况 据了解坎顿岛目前只有一条飞机跑道可以投入使用 可使用部分的跑道长度有1900米 但根据卫星图显示 加上未经修缮的部分 飞机跑道总长可以达到2400米 据报道 如果仅对坎顿岛目前可使用的飞机跑道进行修缮和升级 长度足以满足战斗机的起飞需求 如果将2400米长的跑道全部进行修缮升级 则可以在坎顿岛部署海上巡逻机 大型运输机 甚至是轰炸机 相关各方都在猜测 中国决定帮助基里巴斯修缮飞机跑道 是不是有着更大的战略部署 按照英美等国一些媒体和军事专家的分析 如果中国获得这处机场的开发和使用权 将会全面扩大机场面积并进行一系列现代化升级 毕竟中国是公认的基建强国 在技术和资金上都不存在问题 一旦机场迅速升级完毕 中国完全可以将其用作军用 部署各种战斗机、侦察机和大型运输机 甚至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还分析提出 一旦这个机场重新启用 此前中国在基里巴斯建造的太空跟踪站也会同步恢复 这样的局面将会给美国等多个国家带来战略威胁 对于西方媒体的这些炒作和异端 我国外交部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 简单来说 我国是应基里巴斯政府的邀请 在互利合作的前提下开展此次合作的 并不存在西方媒体所说的强权外交 与此同时对废弃机场的升级改造 也是用于民生建设领域 为的是改善基里巴斯的国内运输状况 因此这本来就是一项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 完全没有任何政治和军事附加条件 对于此次合作带来的好处 基里巴斯政府和人民无疑最有发言权 要知道 这个太平洋岛国尽管风景优美 但自然资源极为匮乏 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更为糟糕的是 受到温室效应的影响 近年来 基里巴斯周边的海平面不断上升 再加上海水污染问题严重 该国的生存发展已经面临巨大问题 正是有了危机感 基里巴斯政府开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投资 特别是在和我国复交之后 基里巴斯政府不断向中国取经 制定了一系列国家发展计划 并借助中国力量进行改革发展 近两年来 我国对基里巴斯的援助力度非常大 除了基建之外 在教育 卫生和民生等各个领域 我国都给予对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 对于《每日邮报》的报道 中国军事专家分析称 该报道中的篇幅基本都是在带节奏 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所有关于中国将利用该岛与机场 部署战机的猜测都毫无根据 报道也承认 中国没有说明该机场是否会用于军事目的 事实上 如今一些西方媒体 基本上是逢中必反 甚至经常捕风捉影 致基本的常识和新闻操守于不顾 抹黑中国 或者制造恐慌 例如 中国一旦和国外有什么合作 西方媒体就会往军事上撤 再例如 中国帮助别国建港口 他们就炒作中国军舰会驻扎 中国帮助建机场 他们就说机场能支持战斗机 专家认为 中国不必理会西方媒体的这种炒作 但需要做好被西方政治力量介入搅混的备案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 中方的军事力量获得了爆棚式的增长 尤其是海军和空军 不过中方虽然已经拥有了世界第二的军事力量 但是国防政策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迄今为止 中方依然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 不过在最新的国防法中 已经对某些措辞进行了修改 比如说 过去从来没有提到发展利益四个字 如今也把发展利益四个字给纳入国防法里去了 也就是说 如果国家蓄意破坏中方的发展利益的话 这也是打击的对象 而发展利益显然不仅会包括在本土的发展利益 自然包括海外的发展利益 如今对于中方来说 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毫无疑问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俗话说 秦贼先秦亡 只有中方的军事力量足以让美国人感到害怕之后 其他西方国家才会更加服服帖帖 近几年 空军的轰6K轰炸机携带远程巡航导弹 频繁穿越第一岛链 火箭军能够组织不同型号的弹道导弹 对南海的目标进行激活打击 海军的航母编队也在第一岛链外进行常态化战巡 随着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军兵种实力和水平的跨越时提升 解放军已可在第一岛链以内 从空中 海上对美军航母编队发起饱和式攻击 更为重要的是火箭军的杀手锏 东风21D反舰弹道导弹和东风26中远程弹道导弹 已证明了我军对美军大型水面舰艇的威慑力 这说明解放军已经拥有了穿越并控制第一岛链的能力 海空军能够潜出西太平洋相关海域 开始频繁演练和验证外线作战 只有开辟了外线战场 才能尽可能让冲突远离我国本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